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虎 RPG類型的遊戲 有不少經典的作品 都是這種類型的遊戲玩法 在我小時候的那個年代 大量的RPG類型的遊戲推出 除了造就了大量的經典 也累積了不少忠實這類型的遊戲玩家 甚至還有遊戲公司推出了 自己做RPG的遊戲 隨著遊戲技術的進步 不論是在畫面上或是系統上 RPG類型的遊戲 也都有很明顯的進步 然而一路玩過來的玩家們 或許還是懷念著過往 像素風格的冒險 但在系統上又希望能夠玩到 有別於傳統回合制的遊戲內容 那或許今天要分享的這款遊戲 就能夠打中你內心的喜好 很感謝廠商 讓我有這個機會能夠提前體驗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星之海到底值不值得買 星之海作為一個獨立遊戲團隊所推出的遊戲 這款遊戲在推出之前就受到了不少玩家的關注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團隊過去已經有推出過一款遊戲了 忍者信使 這款遊戲在推出之後獲得了玩家跟媒體之間的好評喔 當時的遊戲採用的是2D橫向動作的遊戲玩法 以致敬忍者外傳為主軸 聽起來好像跟這次的遊戲也沒有關係才對 但實際上 星之海的世界觀跟忍者信使的世界觀是相同的 它講述的就是忍者信使的前傳故事 根據官方的資料顯示 兩者的時間差距了有數千年喔 不過作為一款前傳作品 星之海並沒有一定要玩過忍者信使的壓力 在劇情上它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獨立的遊戲 只不過如果你有玩過忍者信使 你會在遊戲中找到一些製作團隊 留給你的彩蛋而已喔 相同的世界觀 又是曾經推出過好評遊戲的團隊 星之海很自然的 成為了這個月玩家所關注的重點對象 星之海的遊戲開頭 在講述兩個分別在冬至與夏至出生出來的孩子 他們身上分別擁有太陽之力與月亮之力 需要結合彼此的力量 才可以對抗邪惡的血肉術士 以及他們所製造出來的怪物 遊戲整體的畫面採用了像素風格 不過在一些劇情片段 遊戲有加入相當現代的動畫片段 透過兩種畫面的反差 來帶給玩家不同的視覺體驗 雖然說遊戲採用了像素風格 不過整體畫面的細節依然做得很好 包含這款遊戲的一大特色 光影系統 我們可以調整日夜的變化 這個變化也會影響到整體的遊戲在畫面上的呈現 相同的地圖有著不同的風格 是這款遊戲相當厲害的一大特色 除了美術風格之外 遊戲在視角上採用的是經典的斜上俯視視角來呈現 對於有經歷過過去像素RPG大紅時代的玩家們來說 整體的視角跟美術可以感受到滿滿的懷舊 但在這懷舊之下 它依然加入了大量只有現代才能做到的細節 不過如果各位過去有看過我的影片 你們應該知道其實我不太愛玩RPG遊戲 尤其是回合制RPG遊戲 這單止是我個人的喜好問題 本來我看到這款遊戲預告的時候 我想說確實有很多面向相當懷舊 但回合制我真的還好 沒有想到一玩之後才發現 這款遊戲它是真的把回合制玩出了一個新的高度 就讓我們來聊一聊戰鬥系統 星之海的戰鬥系統絕對是這款遊戲的一大樂趣所在 而且不單單是戰鬥本身而已 它的戰鬥可以說是做到了一氣呵成 遊戲中採用的是名雷獄怪系統 也就是說會直接看到怪物出現在地圖上移動 在傳統的回合制RPG遊戲中會有幾種設計 第一個,數量是假的 第二個,會跳場景 也就是當你碰到怪物的那一瞬間 玩家的角色會被放到另外一個專屬的對戰場地當中 這個時候才會看到實際上有幾個敵人 而星之海在這兩點上都做得很巧妙 首先這款遊戲的戰鬥 完全不會切換場景 會直接在原本的地圖中展開對戰 不過在進入到對戰之後 會根據開局的狀況跑到特定的位置 包含標準的面對面互打 或是被怪物包圍的攻擊等等 由於有些招式會有擴散性 如果距離太遠就會打不到 所以這些位置對整體的戰鬥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場景做到了原地開打之外 遊戲中的敵人也都是很真實的呈現 同一區的敵人會一起進入到戰鬥 但是基本上地圖上你看到有多少敵人 那麼接下來這就是你要面對的數量 不太會有突然之間暴增的狀況 不過還是有特例 例如遇到包圍戰的時候 遊戲會設計讓更多的敵人突然從外面跑進來等等 但這種跟明雷遇到敵人進去之後發現數量不同的感覺不一樣 它更像是針對現場環境去做出來的陷阱與變化 在進入到戰鬥之前 整體的呈現就相當優秀 那重點的戰鬥系統呢? 這款遊戲採用的是回合制戰鬥 至少在我實際玩之前看預告是這麼覺得的 遊戲中的回合採用的是敵人攻擊倒數機制 我們主角這邊的角色採用輪流攻擊 在戰鬥的時候當輪到我們的回合 我們可以在所有的角色當中做選擇 選擇要由誰來進行動作 不過沒有辦法把攻擊全部都交給同一個人 用過的角色會進入無法使用的狀態 要在全部的角色都攻擊過後 才會進入到新的循環 而敵人的攻擊完全就是看對方的攻擊倒數 有時候放技能攻擊還比較慢 有時候攻擊回合比較少等等 在這點設計上就不是單純輪流打的回合制 另外我們在攻擊上可以選擇一般攻擊與技能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款遊戲有加入即時操作系統 在你攻擊達到敵人的瞬間 再一次的按下按鍵就可以觸發二次攻擊 同樣在被打到的瞬間按下按鍵 就可以發動防禦達到減傷 單純這樣的系統一場戰鬥玩下來 都可以有不少操作體驗 而在技能上幾乎所有技能都有設計額外的操作 例如女主角的技能射出月亮之後打到敵人會反彈 我們要在彈回來的時候按下按鍵 就可以再次把攻擊彈回去 而且這個回彈的次數可以非常多 但速度會越來越快 如果技術好的話是可以直接用這個技能 把敵人彈到死的相當有趣 除了即時系統之外 尤其中敵人如果要發動技能 他的頭上會出現弱點標示 我們要給予相對應的攻擊 就可以阻止對方的技能發動 另外還有能量系統 當我們用普通攻擊打到敵人 會掉落類似能量球的東西 一個角色最多可以吸三輪能量球 在吸收之後可以強化接下來的動作 包含攻擊、回血技能等等 豐富的戰鬥系統 讓整體的對戰有不錯的思考 玩起來的體驗相當新鮮有趣 可以說是我近期玩到最喜歡的 RPG對戰系統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喔 我不太喜歡RPG的一個原因 就在於需要花時間去農自己的等級 重複的作業感會讓我感到疲勞 最初玩到這款遊戲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相同的擔憂的 畢竟整體的設計是那麼的懷舊 就算戰鬥系統真的很好玩 也很難讓人一直想要重複嘛 這款遊戲厲害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遊戲在設計上並沒有鼓勵玩家去農等級 基本上只要照著遊戲的進度前進 不太會有因為敵人太強而打不贏的狀況 遊戲整體的體驗是流暢舒服的 官方的資料也有說明喔 即使你花時間農等級 系統也會做出限縮 所以農反而在這款遊戲當中是沒有意義的 不過或許也是考慮到整體的流暢設計 遊戲中是沒有戰鬥逃跑功能的 只要開打就要打完 玩起來我不會覺得對戰太多或太少 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另外遊戲的等級系統 也是這款遊戲的一大樂趣 遊戲中經驗值採用的是整隊共通的 並不會有哪一個角色升得特別快的狀況發生 在升等之後 除了每個能力值都會有基本的增加之外 每個角色還會有額外的能力值提升 最大的重點是 系統會給玩家四個選擇 要提升其中的哪一個是由玩家自己決定的 而且系統看起來也有一點運氣成分 例如我就是想要讓某個角色提升物理攻擊 但下一次升等的選項當中 偏偏就沒有物理攻擊 讓流暢的遊戲當中有了一點隨機的變化性相當有趣 也會更讓玩家期待每次的升等 會抽到哪一些能力值的加成 剛剛提到遊戲是不能農等級的 但如果我就是打不贏怎麼辦 通常遇到這樣的狀況很有可能是攻擊的順序等等的問題 但如果自己就是找不到答案 那麼遊戲中隨著遊戲進度的前進 會拿到各種不同的盛氣 這些盛氣其實就是遊戲難度調整 不同的盛氣會有不同的能力 例如開啟後即時操作會變得比較好按到等等 玩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當遊戲玩到後期 很想要把劇情看完 也可以考慮利用這些盛氣 來快速推進遊戲的進度 當然這些盛氣除了有降低難度的 也會有增加難度的 讓喜歡挑戰的玩家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遊戲樂趣 除了畫面與戰鬥系統之外 這款遊戲的地圖在設計上也做得很不錯 RPG遊戲的一大特色就是會有各種不同的迷宮 但其實我個人並沒有很喜歡 很大又很茫然的迷宮 星之海在地圖的設計上 加入了大量的額外互動 例如懸崖可以跳下去 水可以下去 有些地板可以跳下去打破 有些機關可以推動等等 透過大量豐富的地圖機制 在沒有地圖殺的RPG遊戲當中 讓玩家玩出了不同的地圖樂趣 並且他們在地圖的迷宮設計上 其實都真的不會設計的太大 讓玩家更加有完全探索的意願 遊戲中的地圖主要分成兩格 一個是大位置的移動的大地圖 一個是進去之後實際上冒險的地圖 這算是經典的RPG設計 但也因為這樣的設計 讓玩家可以快速感受到不同地方的特色與創意 另外這款遊戲中的兩位主角 分別擁有太陽之力跟月亮之力 遊戲中有不少解謎要素 加入了日夜更替的機制 我們在特定的機關上可以調整時間 透過時間可以解開地圖的謎團 並且整體的風景與光影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是真的把美術與地圖解謎結合得非常好的設計 當你玩累了主線 星之海當中還有加入各種遊戲 最基本的收集食譜跟素材 可以製作料理在戰鬥中用來回血 有專門釣魚的地方釣魚要進行釣魚小遊戲 有火堆可以紮營 紮營的時候可以聽聽不同的故事 還有酒館中的輪盤桌遊可以玩 額外的系統上也做得很不錯 整體來說這絕對是我近期玩到最有趣的RPG遊戲了 我自己也還沒有完全破完加上避免劇透 我這邊就不分享劇情的部分 優點的話剛剛有說過不少 這邊還是簡單提幾個缺點 第一個是遊戲當中的中文翻譯 或許是因為英文翻譯的緣故 有些語句看起來會有一點微妙感 但不會嚴重到影響到閱讀啦 另外就是RPG遊戲的一個小通病 開頭會有大量的劇情鋪陳 前面30分鐘左右會需要有一點耐心 讓遊戲把基本的事項交代完畢 除了這些之外啊 這款遊戲我願意給出購買推薦分數9分 真的值得一玩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星之海的一點簡單介紹與心得 希望對各位還在猶豫的玩家有幫助 不曉得大家對這款遊戲有沒有興趣呢 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